《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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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想太多了吗 是想好了 然后照着做 你必须以你的角度切入 我说的不算 你把握不准的动物 你一定要慢慢慢慢 自己去把握不着想的 不转的 不如不动的 安住的状态 安心的状态 不是说是直 连脑子转也不转 是安住 安心的状态 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 就没有看出去了 也很安心的那种 不会怀疑不会恐惧 就是如意安住的那种状态 已经很亲民 很安心 任何状态 然后无来折疑过去 事情来了 打完过去 就放下 不是说完全忘记 你就回忆的时候 有最好能回忆起来 但是 都会影响你 都会挂 都会冲动 打坐刀 你静了一定程度 就感觉好像你进入一种状态 那一切就退回了 功德会圆满 继续学 多念奏 多持奏 多随喜 多回向 随喜 回向 都是也是 就是 安住继续 因为我们还是 就生生世世世自我嘛 自我本身就很渺小嘛 自我是没啥功德的 因为自我是比较弱的一个是物种嘛 他很小 很小我 小我就功德小 大我就功德大 你活不在大我里 活不在无我里 无我就功德无量 大我就大一点 就是自己 就是 我们 他这个功德理事 理事 家 很快 所以继续吧 就这样 但是老师 如果不是安住在无休无证的间谛的话 可能也是功德无量吗 嗯 安住在无休无证的间谛 你安住在那吗 我没有说呢 就是你他我也没去 我按是 那有啥用呢 没安住 安住在这儿 安住了一秒 一秒也没进去 我今天晚上的朋友们 都没有跟着 你唯一的 太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